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如果你觉得之前看过的电影都很无聊,没有出乎意料 那么我们今天最要讲述的迷雾 绝对是你人生中最意想不到的电影 电影是一部恐怖听颂电影,却不乏对人性的思考 然而,让其阳明天下的却是其神一样的结局 大卫一家人生活在一个宁静的小镇 某天狂风暴雨过后,天空突然出现昏暗的迷雾 大卫也因感觉到有不祥的事情发生 于是带着孩子准备去超市采购物资 大雾愈发的浓郁,很快就包围了整个小镇 突然,从迷雾中冲出来几个浑身是血的人 竟然,里面有一场强大的怪物 人们在超市里不敢出去 一些着急回家的人走进浓雾中 很快也传来了惨叫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很快,大卫等人在仓库后门 发现了一只有着巨大触手的怪物 地狱小哥被直接怪物送了盒饭 人们为了抵御怪物,准备在超市构筑防御攻势 然而,超市的墙都是玻璃做的,并不牢固 于是,大家忙着抵抗怪物进攻的时候 一名神贵女开始大肆宣扬自己的邪调迷信 神贵女表示 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犯下了太多的罪恶 是神派来清洗人间罪恶的 这神贵女不知道什么目的 要真是有什么罪恶 第一个清洗的应该就是她这样的人 当然,一开始大家对神贵女的话还是半信半疑 毕竟,近代社会是科学的社会 但是,当一只小队手拉手走出超市 拉回来的却是尸体的时候 很多人都开始崩溃了 在绝望的环境下 很多人精神崩溃 开始相信神贵女的蛊惑 由于人们在打怪的时候 没有奶妈的治疗 所以,大卫准备去附近寻找一些血瓶来治疗大家 虽然血瓶成功找到 但是,大卫一行人也受了伤 当大卫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神贵女还在宣扬她的歪理邪书 大卫从超市一名军人的口中得知 这些物和怪物是因为一场实验失败后的产物 神贵女为了让自己的言论更有市场 更是蛊惑大家将士兵退出超市 进行献计 事情越发的严重 大卫等人准备天亮的时候就逃离超市 然而,神贵女发现之后 却准备用大卫的儿子来献计 幸好超市的工作人员即使开枪干掉了神贵女 逃离超市的队伍在牺牲了几人之后 有大卫带着儿子一共五人上车离开 然而,开了很久之后 一路却只见到了各种巨型怪物以及尸体 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 当气色没有之后,大家彻底绝望了 大卫等人准备自杀 然而只有撕发子弹 于是,大卫开枪打死了儿子以及其他人 自己下车准备让怪物干掉 然而,等来的并不是怪物 而是全副武装的军队以及获救的平民 面对这样的结局 大卫估计一口老血也能憋死 前一刻自己刚杀掉了自己的儿子 下一刻就等到了救援 什么样的导引才能有这么大的脑洞呢 电出了神结局 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反思 面对微知的恐惧 谁能做出什么样的事都是不足为奇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